今天老张给大家分享的这块主板 你看到它的参数 你就会硬 信不信 参数打在屏幕上 直接开箱 TOPC 这个板子现在还没有完全调试完 这是从生产线上 SMT下来就给我送过来了 所以它和大家能够买到时候的那个样子 会稍微的有点不一样 咱们今天来尝尝 看起来平平无奇 是不是 但是这个散热片和散热风扇下面 却是一块移动版本的 最新的Ultra二代的255H标压版 这块板子的顶配会有285H 285H也好 255H也好 还不是它最屌的地方 最屌的地方来给大家看 三个迷你SaaS接口 每一个迷你SaaS接口 都可以扩展出四个SATA接口 直接可以外接12个SATA硬盘 ITX的版型 ATX供电 不需要CPU的额外供电 预留了一组空的系统风扇 还有一根满写的PCIe 5.0 乘以16X的插槽 5.0 16X 你可以插所有的高端显卡 两根NVME的插槽 每根都是满写的PCIe 4.0乘4 既然是一块NAS专用的主板 还内置了一个USB2.0接口 大家说这东西干啥用的呀 黑群啊 黑群必须用USB引导 Io接口给大家看一眼 USB3.0接口四个 每个都是实际PPS的满写版本 然后两个Type-C接口 你会说哎呀Type-C接口有什么特别的 两个都是满写雷电4 这个小机器您可以接三块显卡 HDMI接口DP接口 两个万兆电口 码牌主控 这是老张见到的最均衡的主板 就是不知道TOPC的老伙计们定价多少钱一块 定的太贵了 你们去骂他别骂我 所以如果把他装进老张一号 这老张一号不得爆炸了吗 我靠突然意识到没有内存插槽 板仔内存 牛皮 插电 自动开机 好评 有开机提示音 我靠没看错吧 8400兆贺的DDR5 64G的内存 这品牌太时尚了啊 直接从线上就焊这么多内存给大家 内置显卡的最大显存 随便调啊 最大到32G PL1 28瓦 PL2 60瓦 PL1 PL2功率完全开放 随便调 甚至还有PL3 你敢想 这PL3是什么鬼 别瞎调了 他就调坏了 CPU的VEMX可以打开 支持开机自启动和吊电重启 门11 内存恐怖如斯啊 8400兆贺 显卡和285H顶配是一模一样的 140T分配给GPU的最大显存是32G 一共有128个EU 8个差异的核心 大家关心的算力问题 255H是96Tops 而285H是99Tops 这两个一笔 大家就知道255H的性价比有多高了啊 这很有可能是个生产力王炸 CNB23 CNB23咱们还是先严肃点给大家跑个分看看 最终得分11493 娱乐大师也给大家跑一个 反正跑的快 139万 这显卡理论性能比780M还强啊 游戏我就不给大家测了 显得咱不专业 我还是好奇 他在飞牛下的功耗 高玩啊都非常的矛盾 在Windows下希望它的性能释放的特别的充分 在NAS下希望功耗控制的特别好 咱们就再看一看飞牛下它的功耗控制情况 三分钟启动 飞牛最新版 Ultra 7255H16核16线程 三种混合内核架构 你看识别正常 64G的内存 8533兆克的高频 LPDDR5识别正常 GPU显示Inter Graphic 这个是不是太新了 它不识别啊 双网口 万兆 马牌的竟然能够免驱 这是在AS Media下面的两颗16T的硬盘都识别正常 温度使用时长的Smart信息都识别正常 在飞牛影视里 不好意思 暂时飞牛没有给这个最新的15代140T做驱动 只是在飞牛虚拟机中可以直通的PCIe设备 雷电4接口一直通 两个一起给直通了 显卡可以单独直通 NVMe可以单独直通 12个SATA接口里面可以6个6个的直通 然后万兆的网卡每一块都可以单独直通 飞牛两块3.5英寸硬盘 加上一块PCIe的固态 40万 好玩 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